其實這是香港電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今天講了我的名字 就是一隻香港科技探索 這隻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接下來仍然可以去看的一隻股份 之前其實也有網友問過 這個位置是否可以hold呢 維持著這個看法 就是它是一隻 受惠著這個消費券的股份 我相信它也是挺受惠的 現在其實大家登記的都 喘想這些錢又很快就應該就會落到手 大家也在想到底有什麼好買呢 除了日常消費 我相信有一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應該也會流回去 一些非必需消費品 可能買點一些電器相關的產品 我相信其實這些電商 特別是HKTV Mall 就是现在改了名的香港科技探索 然后应该会有很多不同平台 都会做很多不同广泛的推荐 但因为现在是香港的电商市占率 是最leader 还有你做一些日常的必需品 甚至乎一些非必需或者电器相关的 其实它都有做 我相信是会有几大的一种受惠股份 短期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人们可以留意一下 除非它真是堆穿过去 这些位置才能走 不然是可以继续大 今天标准的东西上去12月多 有机会其实是开始弹回上去 你看它弹得多高 去到这些是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去到哪里呢 就是13元 第一个位置你看着下一个位置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弹到上13元 如果你13元穿得到的话 才可以再上网 因为始终它的尺寸其实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短期 那个市不是说大跌的话 其中一种是值得去留意的股份 而且它刚刚有改一下名字 这些 再加上今天一夜 今天大元族抽上去 还有成交其实都叫做博总上去 相信那个订单的量和那个volume 应该都会升上去 但是你平均的订单的平均量 我相信其实都应该会弹 但也有一定的空间 特别是你未来下半年的 憧憬是有在那里 支持得到它上去 但是你要很放弹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是十分吸引 但是你始终你有几个月 让它去走 你再去上网的话 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直迫性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说是否可以去看 或者是短期去跟进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向下你看些什么位置呢 如果你真的失了十元 或者是再低一点 就是九个岭这些位置 就是它不生性了 对穿埋了 我觉得就要走的了 因为其实不认为 它迫上去之后又对回来 因为无论你那个消息棉 或者你消费券 然后你那个技术走完 也是配合的嘛 它对回来 应该是有一些个别的因素 就是负面因素还要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也好 或者公布出来是一些很差的一些因素 所以向下 现在就看着十元 这些位置或者九个半 这些位置 如果失了的话 我都觉得应该要走的了 不排除去 可能整固一下先 整固一点点之后再迫上去 大家可以如果整固 可能五个百分之内 我觉得跌太多就不应该的 那就可以去抠一抠 上网看着十三元或者十四元 这些这样的水平先 你没关系 对 你不应该来 你不应该来 在这些水平中的水平中 你不应该来 你不应该来 你不应该去